開始 開始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預卡日常 第 二季 第一集 今天 來介紹這個 我日常 都用到的筆 其實喔 他用小鉛筆機 小鉛筆機 他 跟鉛筆 是類似的 我跟你們演示一下 你要先介紹你有幾支筆 我有 1 拿出來數 拿起來數 要不然觀眾看不到 先弄整集 好 1 2 那這尺不算 3 4 5 6 7 8 9 10 喔 你平常帶十支筆 十支筆 還有一支筆 還有一支筆 好 開始介紹了 我先 鉛筆 有四支 為什麼你需要四支 那四支有什麼不一樣 那四支呢 這個 是 B的鉛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他寫出來的字 有點軟 有點軟 我就去寫一匹給你看 好 這跟二B感受 真的是不一樣 給你們看一下 太好 收起來了 好 這個 你這樣一支介紹太慢了啦 介紹完了 那 這個原子筆呢 給你們畫一下 我這個 其實這一整個 我都是用原子筆 這個原子筆 這個 然後 特別的點呢 它是可擦式的 也就是說 他前面這個橡皮擦 剛剛那個筆不見了有沒有 原子筆可以擦 不就可以作弊了嗎 對啊 在國中可以作弊啊 才怪咧 藍的 紅的 這些 這一支就不一樣了 這一支不能擦了 細度都一樣 這個 不用講了 我可以擦啊 這個不用講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講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 我覺得 它寫出來就是這種感覺 好 除了 鉛筆呢 它有橡皮擦 那 我要示範 你看 鉛筆怎麼削 有些時候 我們鉛筆斷掉了 或者是幹嘛的 時候 或者是考試 你都要先把它削剪 那麼多支筆 然後你不削剪 又來幹嘛呢 你就把它削剪 奇妙的事情一定要發生 削筆一直出現 煎筆一直出現 煎筆一直出現 好 原本是要拍接洗的啦 就是因為接洗的洗澡太慢了 所以 我就 才不然堵了 拍到這個 然後還有 剪刀 放進去 這樣 就一個鉛筆盒 一個鉛筆盒 然後採用筆 這樣就完成一個鉛筆盒 這個 這個鉛筆盒呢 對對對 不要看了 這個 黑筆 假如說呢 我今天沒有 假如說呢 啊 假如說 啊 我明天有好事 我就可以 等一下 我就可以 前天已經準備好鉛筆盒 然後呢 我就 可以 我就可以安安心要鉛上去 這個 就是 削刀筆機組跟鉛筆盒 跟 筆的組合 那 第二集來一點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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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後拜拜的方式 不是用中文 而是用 韓文 欸 這個就厲害了 那麼 喜歡 我 影片的人 記得幫我點個讚 還有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集 那 我們就 下個影片 見 卡三米大 哇 卡三米大 哇厲害 好 準備洗澡